欢迎收看4月14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区中校里靠近黄河路一带被称为水尾 里长有号林希望能将这块区域纳入重化 促进地方发展 立法委员农民财办理立院财委会新店区考察 关心安坑都市计划以及多项议题 纵索税如果要低批退税 选择网络申报与直播退税快速又便利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推出日韩文物特展 以动静态内容带领小朋友体验多元文化 今天又先来台湾要带大家一探 坚持古法酿造的鲜河春酱油 在新店区中校里靠近黄河路一带 在当地被称为水尾 原目前大多是水利地或是农地 因此发展受限 里长游浩玲便向立委农民财反映 希望能纳入重化促进地方发展 从水源快速道路一下来就到了中校里 然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矮房 包括环河快速道路旁也是铁皮矮屋 中校里里长游浩玲指出 这里明明接近市中心 甚至可以说是新店门面 却长期受限无法发展 因此向立委农民财反映 希望藉由立院财委会考察时 在中央与地方的协助下 可以将中校里纳入重化 刚刚听城乡局的说法是说 因为已经在第三次通盘检讨 已经有把这一个区块全部整个纳进去 只是在跑流程的部分 所以未来希望说 我们政府单位或是市府单位的部分 可以加紧脚步 让我们这个地方尽快的去做一个变更 不要像很像我们市中心的一个平民窟这样子 这次考察的区域锦铃新店锡 当地人都称为水尾 中校里里长游浩玲表示 之前知道央北二旗重化 未将这块区域纳入时 担心周边都开始规划发展 唯独漏掉了中校里水尾 这次考察后经过了解 已经纳入了新店区都市计划第三次通盘检讨中 所以放心不少 而协同主持考察会议的立委林德福就表示 过去的规划在时代变迁下已经不适用 的确要重新的审视 才能够让民众的生活品质可以向上提升 毕竟在都会区里面 我们一定要透过有一些农地水利地等等 在都会区里面一定要把它做一些重化 重化规划以后可能对我们整个未来的改建以后 生活品质才会往上提升 中校里里长游浩玲强调 堤防已经新建多年 位于环河路边的区域却长期被归在行水区 再加上里内有不少的农地 使得地方无法发展 希望能够重新规划变更 让这个老旧社区有新风貌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立法委员荣明塞13号上午召开立院财委会 新店区考察 邀请中央与地方多个政府单位 以及地方里长和民众 一同针对了安亨多项议题进行讨论 其中关于都市计划 许多在地居民担心如果被拆迁将会无家可归 对此城乡局则表示 已经将部分区域排除征收 但民众仍存有疑虑 为了了解地方建设和民众需求 立法委员罗明财办理立院财政委员会 新店区中央政府补助考察 13号上午来到了新店区顶城活动中心 邀集了内政部营建署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 新北市城乡局 水利局 新店区公所等单位参与 一同进行多项议题讨论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 新店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中 安坑地区的相关规划 会中许多在地理名表示 因为都市计划的启动 生怕自己的家被拆迁变成无家可归 真的不晓得说 这边都干了以后 或是从外以后 我们何去何从 那我觉得这个居住的问题 才是我们真正 这些居民在意的问题 我们比原住民还落实了 无效 所以我们来生理一个自救会 看委员是怎么 就跟我们委员规划一下 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 我们绝对遵从 可是我们这是最弱势的 就是住的有其物 对此新北市城乡局副局长 邱幸志回应 先前已经接获顶城里 里长王明腾的意见反应 所以在后来的西部计划中 已经将西州路住宅 较为密集的区域排除征收 变更为再发展区 立法委员罗明才听了民众的诉求 与新生后当下立刻协助成立自救会 不少在地居民纷纷响应签名联署 而他也当场要求相关单位 在进行任何规划前 都一定要先站在民众的立场考量 我们自救会的事情 我站在那边 跟大家聚会 大家聚会 这样好不好 好 除了都市计划之外 惠中还针对了顶城里下城里解除军事宪件 以及下城公墓公元化等议题进行讨论 立委罗明才希望借由立院财委会到实地考察 听取民意 中央与地方政府单位直接面对面沟通 有效率的处理地方上的需求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111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 为今年的5月1号到5月31号 纳税义务人如果想要尽早收到退税款 国税局建议采用网络申报 不仅可以列为第一批退税 另外选择直播退税 且提供存款账户 是最安全且快速的退税方式 111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 为112年5月1号到5月31号 纳税义务人如果想要尽早收到退税款 申报以及退税方式是关键 国税局指出 众所税第一批退税案件 包括财网络申报 以及透过线上及电话语音 确认回复税额试算服务退税案件 还有在5月10号前 以书面方式向户籍所在地基增机关 确认税额试算退税案件 因此建议民众采用网络申报 不仅可以列为第一批退税 且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 省时又便利 此外选择直播退税 也就是提供存款账户 是最安全且快速的方式 而第一批退税款将在7月31号当天 直接拨入纳税义务人指定的存款账户 如未采用直播退税方式 或退税款无法转入存款账户者 则由国税局寄发退税评单 再由纳税义务人在对领有效期限内 持评单到金融机构办理脱收或提对 民众如有任何疑问 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国税局分局或基增所洽询 记者成品专门期先电采访报道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推出日韩文物特展 在开幕活动中 小朋友以日韩两国舞蹈带来精彩表演 现场还准备了日韩传统美食 让与会的来宾有了一秒出国的feel 校长江梦又表示 展出期间除了有静态图文介绍和导览 另外还有哲纸鹤服饰体验等等 希望借此开拓孩子的视野 培养国际观 小朋友身穿和服 在大风国际文教中心前 表演精彩的日本舞蹈 随后上场的 则是现在最夯的韩国K-pop舞蹈演出 让现场顿时之间 感受到日韩两国不同的文化风格展现 继非洲展之后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 推出了日韩文物特展 校长江梦又表示 这次的展出包含了动静态 静态包括图文介绍和各式各样的文物用品 动态的部分则有折纸鹤服饰体验等等 静态就是一个导览 日本跟韩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导览 那另外也有实作 像比如说衣服 传统衣服的一个 试穿啊 那还有他们有一些像那个 特别的文物的一个制作 类似这些 在开幕活动中还特别准备了 日韩两国的传统美食 像是韩国的鱼板 日本的红豆饭等等 让在场的与会来宾感受 一秒出国的feel 大风国小校长江梦又希望 借由丰富的展出 将世界各国文化带入校园 开拓孩子的视野 认识多元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体验文化 让他们可以了解到 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化 我想我们没办法花大钱 带孩子去国外 但是我们可以把世界带进来 可以做好一个国际教育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 日韩文物特展将展出到明年年底 展出期间 学校会安排各班前往 参加导览解说活动 让每个孩子透过特展 都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 进而培养国际观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 用心爱台湾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认考虑 大新店网路搭配Wi-Fi 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线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新店网路500Mai 免费升级Wi-Fi 6 及借用MeshWi-Fi 相信请下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分享生活吗 Tradio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日治时期创立的酱油工厂 鲜河春酱油 至今已走过一世纪 传承到第四代 不变的事 坚持古法纯酿造 经过多到繁复的工法 及智取发酵的步骤 延半下缸 再历经半年的日晒等等 才能酿造出甘醇的醍醐味 也许市面上的传统酱油 因为耗食费工而慢慢消逝 但接班人张又生说 他会把这传统的好滋味 继续传承下去 守护大家记忆中的倒油旁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酿造酱油就如同写书法一样 要一笔一画慢慢写 不急不许才能写出好字 同理 不管是自询或是酿造的步骤 都不可以冒进 也不可以省略其中步骤 要耐心等待 唯有时间的沉淀 才能酿造出甘醇的醍醐味 新河村酱油工厂 创立在日本时代大正十年 挂上百年的招牌 我还是依循着传统制法来酿造酱油 将自浆人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是选择干式的方法来酿造酱油 那相较于湿湿的话 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 不过它味道是比较独特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新河村酱油一百年来来 都是以干式酿造来酿造酱油 自取这个环节是酿造酱油一个成败的关键 因为如果你自取的时候温度太高 它就有常常会有那种草红鼻的味道出现 味道会不好有点杂味出来 那太低的话它取菌发展不全 它味道风味 酱油做起来的风味不会那么香 所以我们的话都会选择夏天来做自取这个动作 品质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好的 酱油的好坏的话是取决含氮量高低 含氮量越高的话它蛋白质含氮量会越高 因为我们是用豆类做的 所以蛋白质含氮量高的话 它的鲜味也会比较高 所以选择这样的话 含氮量是一个很好的依据标准 这是第2天 就是第4、5天之后 它就是整个都取菌的味道 大概60年代之后呢 速成酱油出现的话 它们的生产会比较快速 那量又大 那所以那时候就对传统酿造酱油的话 产生很大的冲击 后来投入这个产业之后才慢慢的发现说 其实我们传统酿造酱油在市场上面是占很少很少的部分 那如果我不再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的话 以后可能市面上就没有传统酱油的存在了 现在这是开缸 我们一般酱油还没好之后是岩峰的 那等待我们要做酱油的时候呢 会把上面的岩巴拿掉 那中间挖一个洞 就可以捞取下面的酱油 治安危机爆发之后 其实对我们酱油通常是一个转机 那时候消费者就慢慢的说 要倒比较好的酱油来吃 那希望清楚食品的制作流程 它的来源是什么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 那生意也慢慢的越来越有起色 有很多老顾客从小吃我们家的酱油长大 到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 主菜非得要我们家的酱油 还说别的牌子都吃不习惯 听到这番话之后 我就觉得更加有这个使命感 要把这个传统酱油味道传承下去 让传统酱油的好滋味继续飘香 我希望在之后 或许可以开一间酱油食堂 用酿造酱油来入菜 让消费者了解酿造酱油及塑成酱油的差异 以及使用的方法 我相信当他们吃到用传统酱油制作的菜肴时 会很明显感受到不同层次的美味 接下来看宝贝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山伴大新店欧饮套餐 有限电视加光纤上网加高画质套餐 一次享有 特惠免费升级智慧机上盒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观看 限时优惠中 欢迎电架2917 3939 使用燃气热水器及瓦斯炉等炉具 应注意保持场所通风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保障居家安全 新店驱公所关心您 111年家庭收支调查 自12月1日起开始办理 访查项目包括家庭收入 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 敬请支持配合 机车出厂满5年 需每年时试排气定检 预期未检或检验不合格 罚新台币500到3000元 最终将注销牌照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台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